台南有冷气师傅倒吊施工就好像是蜘蛛人 几乎悬在空中 险下还生 不仅如此 甚至还曾经发生工人坠楼 冷气掉落的意外 被质疑 爷一四是跟没有严格规范有关 就有业者坦言了的确是如此 碍于以现行的建筑法规 室外机挂在外墙算是违建 只能劝导 的确增加了施工的危险 就盼能有法令规范 冷气师傅倒吊施工 没有任何防护 只靠上面同伴 一手帮忙拉着裤管 用手当成安全神 动作就像蜘蛛人 危险动作还有他 从窗户挂着长梯 师傅就坐在上面搅悬空作业 让人看了冷汗直流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职业同仁 这些师傅 这些没有设立的一个施工栏架 所以造成了伤亡 历年来已经造成多 许多人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造成死亡的状态 一路走来新有七七烟 卖地工作其实是身处危险 最初不少旧大楼没放室外机空间 加上针对机体装设 也没严格规范 不少人装在外墙 师傅为了讨生活 只能冒险赚辛苦钱 高空作业的话 他一定是必备要有三点连伸的安全锁 安全带 还有安全帽 业者自我防护有一套上工SOP 更希望有相关法令加倍保障 冷气机安装规范保障施工人员 也能防止机体掉落 变成公共危险 判相关单位在严拟第一线作业人员 还有人民的安全把关 记者黄富奇谈的报导